好,DM上面有时候是有些好康 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呢 聪明消费者也懂得搭飞机呢 要累计里程 也可以换一些好康 或者是换机票 不过桃源这名女子呢 她好不容易累计了五万多点 她要换机票 但航空公司说没有机位 结果她用现金买票上飞机之后呢 才发现到处都是空位 她非常生气 认为航空公司是故意的 从八月初一直很努力的事 事到后来我们要出发的请一天 我都没有办法换到任何 刚刚我上述的任何一个仓等的免费机票 我上了飞机之后 我发现经济舱明明还是有空位的 上个月中 李小姐和老公带着 好不容易急到的点数兑换机票 却被航空公司以没座位为由拒绝 后来用现机买到同一班飞机座位 上头不但还有十几个空位 甚至多到还能让乘客免费升等 让她气炸了 认为航空公司差别待遇 里程你一直没有去兑换成免费机票 或升等的话 她就会归零 她在第一页就写说 阁下的身份跟权力将会获得绝对的尊重跟保障 让我的旅游倍加称心如意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获得什么样绝对的尊重跟保障 航空公司解释每班班机针对点数兑换客都会有一定的比例 当天会有这么多空位 很有可能是某些乘客临时有事退票 绝对不可能故意不让乘客兑换 只是原本对这一间航空公司情有独钟 一搭就是八年 甚至还加入贵宾联谊会 但历经了里程兑换 碰了病 感官已经打了折扣 专闯流量和王嘉玲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